是这样的 尿液不能完全确诊胖胖癌 但是尿液可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基因检测 其次可以检测尿液当中的脱落细胞 一些肿瘤的脱落细胞 如果在尿液中查到可疑的肿瘤脱落细胞 或者基因的异常 它通常高度的提示膀胱肿瘤 尿液是一种无创的检查 可用于不愿意或者不适合做膀胱镜的 这些患者的检测 有的膀胱癌的病史的这种患者 也可以作为一种检查的方法 最常见的检查 比如说需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比如说膀胱的B超 另外一个密钥科医生 最常用的一种技术 就是膀胱镜的检查 最后一种技术